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11月17号 星期一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开始先关新青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护港通正式的启动了 加上了选举逼进 以及台指期即将结算 众多因素纠结影响下 虽然大盘开高 市场却是冷眼观望 造成了指数由红翻黑 并且一路下挫了将近有100点 不止年限失手 8900点也不保 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了98.49点 跌幅是1.1% 收在8884.39点 成交量是724.79亿元 在类股部分 台北国际旅展才刚刚闭幕 金华国宾与六湖观光饭店餐饮跟住宿券 抢手 推升业绩超过预期目标 带动金华逆势扬升 坐稳的观光股王 下都前三季每股赚1.8元 第四季推出多项活动 拉台东季业绩 支撑股价收红 F复印上季合并营收高达2.7亿元 创下历史的三季次高 每股税后盈余是0.74元 抽盘上涨1% 而其他类股包括了生衣 电极汽车行业跌幅都来到2%左右 成为盘面上的弱势一群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护港通今天正式通车 专家表示 吸引的是全球资金 台湾资金反而是有限的 而外界关心 开通是否会对台股造成 资金的排挤效益 专家也解释 由于台湾对护港通交易 有专业投资法人的限制 并非一般的散户 因此实际的冲击有限 10月全体券商营运亏损加速 多于获利的加速 总计有41家券商亏损 38家获利 不过根据证交所统计资料 10月全体证券商 损益总金额盈余是1.93亿 比9月增加了67.56% 整理来说 量能以及加权股价指数 都比上个月呈现微幅的提升 苹果推出新款智慧手机 年底或明天初 将紧接地推出Apple Watch智慧手表 目前正展开一波拉货槽 其中记忆体封测厂历程 最大客户 美光传出 大胆苹果Apple Watch 记忆体绝大部分的订单了 经历股价逆势上扬 账幅将近有1% 郁星光逆势狂奔 盘中亮灯涨停 占上108元价位 一口气穿越了所有均线 台报就显示了 第三季受惠营收大幅提升 以及汇兑收益价值 营收计增86%来到30.06亿元 每股净损较前一季减少来到0.12元 郭公司是强调 让力拼第四季能够转灰为宜 素食面大厂康师傅公布第三季 以及前三季的业绩 其中第三季营收获利明显下滑一成以上 虽然公司指出是因为整体行业表现不佳 饮料业务消费不如预期的缘故 但是业界仍是指出 相信第三季受到食安事件冲击 导致中国市场业绩也受到影响了 反债齐户的布局 以及三大反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是卖超了52.5亿 投信也调及了1.42亿元 资金商卖超11.18亿 三大反而合计是卖超了65.1亿元 详细数一统来关系 台股期货部分是以下跌62点收在8900点 转为正价差15.61点 城堡面部分 外资多单大增2784口 转为进多单1550口 投信空单小增18口 进多单部位是834口 资金商空单增加895口 进多单部位是降到1455口 总计三大反而多单增加了1871口 至3839口 对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的观点部分 在整个展望2015年台北股市的投资环境 摩根大通就强调 建议投资人慎选个股 聚焦在金融必须性消费产品的龙头类股 以及在非电子产业 也有立即地位的中小型企业 更点名看台积电 鸿海大力光 富邦金以及F金克 摩根大通强调 鸿海跟荷硕等组装的族群 被视为新款iPhone发表后的受惠股 因此近期 鸿海比股王大力光的表现好 更预期第四季营收既成长上看60% 有机会挑战百元的大关 联电28奈米制程进度 是赶上了公司的一个进展 第四季业绩展望优于预期 全年获利渴望普遍的优于之前法人的预估值 虽然说普遍外资对联电的看法 仍是持续的一个中立 但也有外资巴克来 瑞幸证券都率先 调高平等到买进的位置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的强弱事故 股市长叠变化就像天气样的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抽太阳的偏多讯息 经济部规划明年上半年 将携手行动通讯设备 以及电视营运商筹组通讯产业的5G标准联盟 经济部强调布局完整的5G的产业链 希望在2020年之后 能够再抢占全球市场一半以上的 小型基地台市占率 挑战手机晶片 成为全球前两大的供应国家 大陆双十一光棍节 一斤电视销售开出红盘 出售量高达46.2万台 根据沿吊机构预估 年底只剩下最后一波的元旦春节促销期 品牌厂将增加4K 2K电视的促销力道 全力地消化库存 为明年新品上市来铺路 预期面板出货动能持续 缺货将延续到年底 安控族群第三季获利恢复成长了 精锐在订单入账益注下 获利计增超过两倍 顺利摆脱营运低潮 财部受惠新产品出货成长 获利同样较出计增五成的表现 创下历史次高 企有生态也都出现明显回升 逐渐走出中国对手低价竞争的影响 静电防护IC厂 今年公布第三季获利创新高 较第二季成长将近九成 毛利率也比前一季成长4.97个百分点 带动股价大涨超过5% 触及46.9元 中美金举行第三季法售会 由于目前太阳能产品线 已经完成一条龙的建置了 总经理徐秀兰表示 今年营收将上看270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 前三季EPS来到2.46元 百货通路上F大洋 前三季业绩稳定成长 EPS大赚3.57元 大洋预期到农历年前将进入百货 一运的高峰期 第四季的业绩表现 渴望优于去年 挑战16个据点 12家分店的获利目标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想读根的台北市民 请跟连胜文来 我当市长扮读根 市内评一评换一评 而且参考新北市的做法 全面降低门槛 不用600评 150评就可以扮根 让钉子虎不再困扰你 以前怕楼梯 以后搭电梯 连胜文扮都根 我保证让大家做得更满意 爸爸 俄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倒快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额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白肉 最记贴 先用记贴五分珠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 2503 3288 02 2503 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及居住空间 第一 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 第二 要有宽敞的空间 第三 是设施无碍等三大要素才行 內政部一直致力于打造无障碍住宅 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 照顾每个家庭 带给每个人生活上更多的便利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的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对外美元匯率 今天收盘升值了2.7分 达到30.739元 对外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6.63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来看看 谢谢大家 点赞 好 点赞 点赞 关心国际的重大财经讯息 G20在澳洲布里斯本举行的高峰会 各国领袖们都强调 未来将透过投资基础建设 以及增加贸易 希望能够在2018年前 使G20整体的国内生产贸易GDP 成长多出2.1% 这相当于使得全球GDP增加超过2兆美元 澳洲的总理艾伯特强调 在经历超过10年的双边协商之后 中国与澳洲今天正式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这项协议 中国将对澳洲开放价值数十亿美金的市场 而澳洲也将会松绑对中国大陆的投资限制 今年6月以来 伦敦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是下跌了25% 来到每桶86美元左右 算说使得全球许多主要经济体 面临了通货紧缩的风险 不过却有利于东南亚国家 减少燃料补贴 进而刺激经济成长 每银每银就预估 油价每滑落10% 就渴望带动泰国年成长率攀升0.45个百分点 日本今天公布了7到9月当季国内生产毛GDP 几减了0.4% 凸显出今年4月调升的消费税 冲击经济成长 显示出日本的经济连续两季 负成长之后陷入了衰退 也让日本明年再次加税的几率 也随之降低了 亚洲股市最近消息 是普遍走弱的 日本股市受到GDP萎缩 日元走深的拖累 日经指数大跌了2.96% 结束连续四个交易日上扬的态势 详细视频来关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继续在产品通入管理能力上 找寻可以相辅相成的资产管理公司 因为银行手续费加上保费成长 前三季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 每股赚进了3.54元 全年税后获利渴望挑战500亿元大关 神情自信 李长根总经理一开口就说天气阴阴的 但是期待转情 国泰金控法说会上 一级干部排排座 准备迎接法人问题 大家都相当关注 并购美国康利资产管理公司后 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 康利是我们在建制资产管理平台中的一个case 它不会是唯一的case 我想我们还会继续去寻找 不适合身旁的林昭婷副总经理交头接耳 李长根强调在保险银行双获利引擎之外 第三个新获利来源就是资产管理事业 收费于银行手续费收入比去年成长百分之二十七 加上国泰产嫌保费年成长百分之七 稳居市场第二大 国泰金前三季税后存益四百四十七亿元 年增百分之五十四 每股赚近三点五四元 全年税后获利渴望挑战五百亿元 我们自己本身所持有几乎都是以商用的不动产为主 尤其是办公大的为主 所以我相信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的稳定度 是比住宅来来高的 我们自己投资单位来讲 多富港任多一个投资管道 对我们投资部位的管理当然是好的 近来房地产景气变差 国售采市价计算是否会影响净值 李长根强调主要持有资产为商用不动产 在估价上比较保守 目前没有影响到净值 而沪港通17号启动 为全球市场增加另一个新投资管道 国泰金控也不会缺席 戴军映成届尾台北报道 大陆工信部的最新统计 今年前十月当地智慧型手机销量 较去年大减超过一成 不过有着中国苹果封号的小米 销售量不减反增 双十亿档期开卖半天 收入金额就冲破了六十亿新台币 搭载五寸荧幕以及金属边框 小米4七月底风光发表 现在日本IT情报网站 已经流出令米粉 引颈期盼预估最快 明年四月才会亮相的 小米5实机照片 不过根据网例 旗舰机种的周期通常约一年 所以流出的实机照 也有可能只是小米4的衍生机种 我们今年目标进军全球的十个市场 之后我们希望在印尼 印度 菲律宾 泰国 下一步瞄准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等市场 今年出货量要拼六千万只 光是双十亿档期开卖半天 销售金额就超过台币六十亿元 而是小米为首要敌人的华为 也不是省油的灯 靠着电商通路主打高性价比 也成功在对岸市场杀出一条血路 我们其实是跟自己赛跑的一个状况 目前全球的市占率 华为事实上已经几乎要拖破五个percent 在手机的部分 曾在公开场合宣誓 2015年智慧手机市场 将从三星时代进入华为时代 言下之意就是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超越三星 尽管根据大陆工信部统计 今年前十月当地智慧型手机销量只达到3.12亿支 年减超过一成 但在主要品牌厂销量不减反增的情势来看 大陆智慧型手机市场百家争鸣的日子还没结束 Fusion成为佑台北报道 隐形眼镜龙头 今可前三星EPS缴出12.51亿的历史新高纪录 现在更成功接下日本客户试验性集单 预计年底前出货完毕 完成成为要继精华之后 国内第二家切入日本市场的隐形眼镜业者 越来越多民众为了加强眼睛美感 选择佩戴隐形眼镜让眼睛更有神 根据统计光是亚太地区隐形眼镜一年商机 就上看200多亿元 龙头厂今可加速布局国际化脚步 抢进日本市场 从这个使用人口的增加 跟长周期转成短周期这个动力 加起来是很大的成长 未来在高阶市场的布局会更完整 今可前三季交出EPS12.51元的历史新高佳机 10月更接到日本隐形眼镜试验性集单 年底前出货完毕 旗下隐形眼镜产品也将陆续完成 日本一财有关认证 最快今年底明年初取证 这是继经华光学之后 国内第二家成功切入日本市场的 隐形眼镜业者 而随着商机越作越大 不少科技大厂也积极进攻 分一杯羹 全球在这方面的消费量达到超过几千亿 那我就没有 我就不再精确讲它是多少了 但是我想这是像已经眼镜如果发展的顺畅的话 它是一个可以有高产值的一个领域 背后有着富爸爸 币电代工大厂合硕成腰 过去金硕主攻直营门市强达品牌 现在更切入大陆网购平台 预估明年电商业务业绩占比 渴望达到两成水准 要用虚实整合策略 卡位市场龙头 Fresh成为友台北报道 工具机大厂上瘾举办法说会 累计前三期每股税后大赚6.21元 年成长幅度达到25% 10月营收更成功改写近三年新高 面对中韩签署FTA 董事长卓永才信心喊话 强调是不受影响的 而且看望第四季营收将优于第三季 手拿麦克风站起身 工具机大厂上瘾 董事长卓永才主持法说会 身旁坐着长子 同时也是资深副总经理卓文恒 两人不时交头接耳 接班布局似乎已经悄悄启动 韩国跟大陆签FTA 这个到底有什么影响 那如果从上瘾科技本身的业务来讲 它是一点都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现在韩国只有两家滚猪楼干厂 都很小 不把韩国小厂放在眼里 针对政府评估中韩FTA签署后 将冲击工具机产业 卓永才出面信心喊话 强调不受影响 都是日元贬值 就要让台厂绷紧神经备战 我觉得日元贬值的影响 还比韩国大 日元从安倍上来80多块 到现在已经100多了 我们预计会到120到125 第四季会比 就是我们上次法术会也有讲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好 那整体来看 明年看起来 因为智慧自动化的关系 实际营到需求还蛮强 所以整体看 明年也会比今年好 整体来看 台台上营第三季财报 EPS来到2.9亿元 累计前三季EPS6.2亿元 较去年同期大增25% 10月营收更达到14.9亿元 创近三年来新高 目前订单能见度 一路看到年底 也难怪卓永才会这么有信心 看望营运 福日生成为又台北报道 海运三雄财报全都公布完毕了 第三季传统旺季 北美以及欧洲多次成功调涨运价 扬明前三季成功转亏为宜 美股小赚0.02元 而常海运算说第三季大赚24亿 前三季累积起来还是亏损的状态 一骚骚货柜进出港口 看起来好壮观 第三季向来是航运业传统旺季 今年价量齐扬 北美及欧洲多次成功调涨运价 推升扬明获利 赚近14.03亿元 第二季大增5倍 前三季最后存益1.45亿元 成功弥补上半年的亏损 转亏为盈 美股小赚0.02元 管理的部分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它在国际的认证和国内认证 都获得很好的评价 同样因为油价下跌而社会的长龙海运 第三季也表现不错 赚24亿元 创进8季新高 但累计前三季 每股人亏损0.63元 第四季迎接椰旦消费需求 加上成本降低 为了稳定运价而启动冬季航班 有效控制装载率 第四季营运可期 新兴国家还是一个8到10%的一个成长 看起来也是跑不掉 也明年来讲还是不错 竞争对手万海 因为营运重心放在亚洲进航线 受到欧美线运价起伏影响小 今年以来每一季都获利 前三季税后存益35.84亿元 年增率高达298% 每股赚1.6元 比前三年的全年获利都还高 遥遥领先同业 油价若持续下跌 可节省将近8亿元的支出 第四季获利可望优于预期 戴军影城届委台北报道 中国基础建设带动水泥需求 并购产量大增 台泥前三季每股赚进2.23元 洋泥表现更好赚了2.29元 第四季在旺季加持下 明年相对乐观 水泥双雄全年都有机会获利突破百亿元 成本下跌加上中国基础建设 带动水泥需求 水泥双雄前三季获利表现亮眼 两岸总水泥年产量正式要上7200万吨 本季和明年营运表现会更好 台泥前三季最后净利82.44亿元 年增8.6% 每股赚进2.23元 创历史新高 今年获利肯定会突破百亿元 在大陆尤其对于农村的改建 还有城镇化的需求还是相当的多 所以在套局大陆的话 讲说刚性需求还是相当的强劲 看起来好像所做的预测都应该达到吧 前三季获利也缴出漂亮成绩单的亚尼 因为子公司亚尼中国业绩好 最后净利71.98亿元 年增14.7% 每股赚进2.29元 在江西亚东新产能加持 及并购四川蓝风水泥的销易易柱下 加上泰州中转站在第四季营运后 有更多销售管道 并且降低物流成本 明年获利可齐 亚尼的这个销售的区域 讲的话都还不错 为了扩大营运规模 亚尼中国明年继续争取合法自建 加速并购新产能 收购优质水泥企业股权 中国水泥市场进入第四季的传统旺季 城镇化及各项基础建设不断推出 水泥需求及价格明显提升 前景相当看好 戴军颖 陈介伟台北报道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轰天雷买一送三感恩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食物翻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吹记贴 先用记贴 5分珠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气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惊吓最美丽的流行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 2503 3288 02 2503 3288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更加买其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球机性地抢先上市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节目现场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是即将要正式签署了 南韩小网大陆的面板 偏光板将享有免关税的优惠 偏光板大厂奇美才就强调 今年第二季已经启动了 江苏昆山建厂计划 未来将与台湾厂分构 在大陆就地生产 供应内销需求 预估FTA冲击将降到最低 3D列印被视为 新世代科技新趋势 新人保集团就看准商机 由旗下的三维科技 推出首款的扫描3D印表机 以及国内第一台的 实物列印机 虽然还没有再确切地 预估销售的数字 但是董事长沈世荣透露 目前美国客户询问度非常高 可望借此站稳全球前三大的3D列印商 咬下一口饼干 金人保集团旗下三位科技董事长沈世荣 为自家新品站台 从脸上笑容 就能看出他对新产品多有信心 那我们提提自己鼓掌好不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鼓掌呢 因为台湾现在形象不太好 因为台湾的很多食品的问题 其实我常常在国外跑 他问我说 台湾现在食品到底出什么问题 为了解决台湾的食品的救援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又推出了一台3D Full Printed 开个小玩笑 但这小玩笑也透露出沈世荣 强势决心 从巧克力 饼干到制作披萨 全都难不倒这台 由三维科技领先国内业界 率先推出的食物列印机 预计明年第二季正式亮相 不过现场还有另一大亮点 我们在AIO里面 因为全世界第一台 我很相信我们这个 能够在全世界的量产里面 成为世界的No.1的数量 今年整体的销售量 我想我们有机会 因为现在才11月份 如果说乐观一点 我们在今年底 应该有机会达到4万台左右 一般民众使用3D列印机 最困难的就是要自己画设计图 现在省掉这个麻烦 只要将想要的成品 放进列印机里扫描之后 就能马上列印出来 有着惊人抱这个副爸爸撑腰 小美科技进攻市场动作频频 更预估光是今年相关产品出货量 就渴望上看4万台 野心婆婆也为本来就炒得 沸沸扬扬的3D列印机市场 增添不少亮点 分身成为由台北报道 钢筋大厂风行宣布 本周钢筋型钢跟废钢收购价 全面维持平盘开出 风行指出 目前国际废钢价格止跌 将有助于国内钢价全面的回稳 反映进货成本 来自经销商 营建工地的钢筋 订单也明显增加 将对第四季的展望式转趋乐观 笔电代工大厂 仁保举办法说会 尽管步入NB出货弹季 但是总经理陈瑞聪预估 随着手机平板进入销售旺季 智慧装置出货量 渴望倍数成长 为业绩带来支撑 更乐观预期明年包括NB 智慧装置 电视走出货量 将较今年成长两到三成 触控笔电渗透率迟迟不见 明显成长 加上Win10即将问世 笔电代工大厂仁保 法说会 由着景气铁嘴称号的 总经理陈瑞聪预言 明年触控NB渗透率 不会超过10% 且将全数转向图影万变形机种 在Smart device的部分 我们将不会提供我们出货的guide line 但是我们年度的出货的目标 我们都照进度再达成 摊开人保第三季财报 收贵笔电跟平板出货力道强劲 第三季营收冲上2267.93亿元的新高水准 税后大赚25.84亿元 即增9% EPS0.6元 展望第四季步入NB出货淡季 但在手机平板进入销售旺季支撑下 人保依然保持正面看法 去年我们看今年 其实Novo PC 我们认为它在去年房间交叉 我们认为今年大概跟去年比较起来就差不多 乐观预估明年智慧装置总量 可望较今年成长七成 出货超过5000万台 而电视业务方面 在新取得非美系客户订单益柱下 出货年成长率将达到2到3成 推升明年笔电平板手机电视 四大产品线出货量 可望较今年大增25%到30% 增添营运活水 富士生成为佑台北报道 联发科打进电子商务龙头亚马逊平板电脑供应链 再度传出好消息了 根据外电报道 联发科晶片获得俄罗斯通用卫星 以及当地最大的卫星电视营运商采用 代表联发科平板布局 在抢进北美市场之后 在新兴市场也取得重大突破 电子组装代工大厂红海大吃客户的苹果订单 第三季财报成功缴出了三绿三升的惊人表现 税后大赚超过340亿元 计赠率直逼七成 毛利率更突破7% 一举创下了近7季的新高 红海第三季合并营收来到9504.94亿元 年增3.4% 尽管营收只有个位数成长 但在台币贬值带进约30到40亿的汇兑收益后 税后大赚340.89亿元 计赠高达69% EPS2.3元 累计前三季税后大赚738.13亿 创新高EPS5.01元 今年我给你讲两个利润的成长 我想不会第一十八我们有把握 营业额的成长不会第一十八我们也有把握 iPhone6系列在9月中询问是 益助红海第三季不到一个月的营运 就带动财报表现强烟 第四季开始 红海将扎扎实实的 任列三个月的iPhone出货效益 全年获利要飞越前一大关 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能不能再创新高 就看消费者是否能够延续上季的购买力道 福人生成为有台北报道 一家第三季获利水准较第二季衰退 法组会释出的第四季营运看法也是相对保守的 不过反而是传出 一家最重要的客户黑莓机 在推出新款智慧手机之后 销量稳定成长 让一家是获得追单的机会提高了 第四季营运是转据乐观 低运大厂华雅科预计明年底 全速转换成20奈米制成 提升获利表现 前三季税后净利是437.89亿 创下历史新高 每股赚进了5.31亿元 在产能排挤效益之下 第四季的营收可望上看215到220亿元 华雅科转进20奈米进度 优于公司预期增加速脚步 预估明年底全速转换完成 到时成产效能将超越三星 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敌润场 持续提升获利表现 前三季最后净利437.89亿元 创下新高 每股赚进5.31亿元 而第三季底累计亏损 仅剩198.08亿元 以目前的获利来看 明年第一季就可以完全弥补亏损 开始配发鼓励 行动电话 行动记忆体的形成 加上云端的形成 基本上把整个D-ROM的工业的形态 变成一个植片 目标在2015年底 约有80%的产能转进20奈米制程 预估明年资本支出 约有500亿元 在进入20奈米制程 转换作业的同时 也持续努力提升产能 第四季出货 预估将与第三季持平 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寡镇市场 三大一小 Pinex 三重跟美光三大 一个南亚科技 三大D-ROM厂积极调配产能 并扩大Mobile D-ROM生产比重 在产能排挤效应下 第四季渴望涨价成功 加上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贬值 在涨价及贬值双重效益发酵之下 华雅科第四季营收 渴望上看215到220亿元 戴军影成介维 台北报道 新浦公布第四季猜测 受贵于苹果平板电脑 以及NB客户的新品开始出货 营收渴望迹增两成以上 新浦透露 加上微软的平板电池订单数量 增加新的成长动能 第四季营收有机会达成目标 旅展才刚结束 清华国民饭店业绩都较出好成绩 清华饭店今年业绩突破1亿元 再创新高 前10月营收是51.4亿 比去年同期是成长10.51% 表现亮眼 国民旅展业绩也有2300万 比去年成长15% 第四季传统旺季 渴望登上今年高峰 大牌长龙的人潮等着结账 这些人都是来买精华酒店的餐券 旅展刚结束 今年业绩突破1亿元 再创新高 前10月营收51.4亿元 比去年大幅成长10.51% 表现亮眼 观光局公布前三季观光旅馆 营营表现 台北精华因为住房收入成长13.7% 蝉联饭店营收王 基本上下半年还是稳定的成长 展望未来精华积极展开全球布局 在印尼、中国西安、重庆再拓三点 透过多品牌发展策略 攻占不同的消费客群与市场 而竞争对手国宾 看准花东深度观光崛起 投入3000万元全新欧式餐厅 进驻花莲文创园区 有五星级饭店品牌背书 回收加快 益住营收增温 累计前十月营收28.68亿元 年增9.79% 旅展前级也不错 达到2300万 比去年成长15% 房的这个资源相当丰富 只是过去可能碍于一些 政治的议题也好 或是碍于一些整体的交通的 接规的问题也好 可是现在都已经迎刃而解 所以我相信这个商业是不得了 随着年底尾牙耶诞 跨年传统旺季来临 精华国宾将持续带动业绩表现 整体来看饭店业第四季的营运表现 渴望登上纪念高峰 戴军影成届尾台北报道 汽车领组建新兵F-Inray 积极的布局中国OEM市场 随着品牌客户开始进行认证 即将进入收割期 Inray透露电动车水箱需求起飞 中国厂出货的倍数成长 北美地区也将开始小量出货了 对第四季看法相当的乐观 光耀科12月4号要即将上柜了 受贵小尺寸产品销售比重提升 前三季每股盈于4.11元 优于去年同期 深耕大陆市场定单满手 董事长郭维斌对明年业绩展望 相当乐观 更看好产业的发展 营业额每年不断的成长 毛利率每年不断的成长 光耀董事长信心喊话 在上柜前夜级发表会上 笑容满面 因为12月4号终于要上柜 前三季营收受贿小尺寸产品 销售比重提升 持续降低生产成本 推升毛利成长24.97% 每股盈于4.11元 由于去年 我们其实在小尺寸 我们大概有100%的一个营业额的成长 大陆的一些民族品牌 跟白牌的市场 所以这一些呢 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市场 那这也就带动了 我们的市场空间 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布局中小尺寸 背光模组有成 全球主要15家智慧手机品牌 就有9家是他们的客户 深耕大陆市场5年 满手订单 产品98%以上 小往中国 在大客户小米 联想中兴华为 中国手机白牌厂商 出货节节攀升下 董事长对明年业绩相当乐观 更看好产业未来发展 有新产品的推出 再加上 那个手机的一个量 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以及荧幕会变得越来越大 所以这部分 就是说也可以让我们 在这个小尺寸的领域里面呢 能够持续的一个成长 光耀科技已经取得竞争对手 没有的技术专利 目前加强通路及品牌 未来随着智慧新手机及平板电脑的 中小尺寸面板市场需求持续成长 营收获利将更上一层楼 戴军颖 陈介伟台北报道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药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理打鼓也是代用 最记贴 享用记贴 五分钟 李财周刊与赢家日报并肩 带您谈前一手掌握 转机就在这里 现在订阅四期李财周刊 加一个月赢家日报 只要3288元 更多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客户专线 02-2392-6680 02-2392-6680 选举要到了 你可以透过政治圣经表达理念与热情 捐赠的对象额度方式都有规定 有累积亏损 稍未弥补的公司不能捐 外资入资也不能捐哦 对同一拟开选人 个人捐赠不得超过十万 对同一政党 个人捐赠不得超过三十万 违规者可取捐赠金额两倍之罚还 合法捐赠最安心 参与政治更洋光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 护港通今天正式启动台股开平高 一度冲过了九千点 随即卖压涌现 即将在本周结算的十月台指期 更是多空厮杀激烈 电子金融全只股双双走软 华雅科人保也成为盘面领跌指标 金融官股指标照风景软角 更让多头是比较没有信心的 大盘一路是震荡走低 相继的跌破五日跟十日线 连年线跟八千九也挺不住 续往月薛线来寻求支撑 债权指数收盘是下跌的九十八点 以八千八百八十四点作收 成交量是缩小到七百二十四亿元 明天该怎么选股我们赶紧请到大家非常熟悉 巨洋投顾的刘子瑞分析师为我们解析明天的关盘重点 刘老师晚安 晚安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请到刘老师 今天的一个盘式让投资人是信心 是这个非常的一个动摇 而且目前的一个盘式 似乎多空交战的非常激烈之外呢 量的又有呈现了持续观望的一个态度了 目前的盘式你的看法呢 以目前看到的台股现阶段的状况 好像跟整个国际股市 尤其是在美股这一块 美股持续道琼在做一个创新高的过程 可是台股好像都预赠法力 量能迟迟都放不出来 相信这个可能也跟大家对于这个选举 期待可能相对会有一个关系 那当然今天是顾港通的第一天 那早盘的时候其实大家有发现指数一步很强 在现货开盘前盘中是出现了一个 几大70点以上的一个涨幅 直接拉上了9000点以上 可是随后在现货开盘之后 好像就出现了一个卖压突然涌现 整个的加权指数和期货 都出现了一个往下重挫的一个状况 那以目前看到状况 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担心的是 台股现阶段的量能迟迟放不出来 那在于整个看到今天整个护港通之后 就是量能又持续会再往外 做一个流出的状况 这个疑虑可能也让大家 在这个地方也比较产生 没有办法有信心做一个追加动作 所以每次拉高好像都会差那么一点点 然后就被整个的卖压又把它卖下来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在整个国际股市没有出现大变化之前 台股现阶段信心仍然不足 应该还是处在一个盘整的格局 大概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而另外在整个技术面的部分 该怎么来做观察 尤其今天大盘这样的一个下注 而且是连跌了 包括了在年限的一个支撑 也是跌破 五日线跟十线也守不住 所以整体的一个台股在现货市场的 技术面该怎么来做观察呢 以现货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我们今天还是先看一下 价钱指数部分 其实今天价钱指数表现的 真的是相当的一个弱势 从一开小高之后就一路出现的 往下一个下跌 不过量能的状况 似乎是稍微是还好一点点 因为今天虽然一次跌破了 这个很重要的均线区 可是整体来看的话 整个量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上量的状态 那整个的技术面 中线来看的话 仍然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还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改变 而现阶段在台股量能不足的状态下 可能这个盘整的格局 以台子期换仓这个月换仓的价格 大概在8700点 然后摩台期换仓的成本也在8780 附近来看的话 短线来看的话 8800点这附近仍然是相当具有一个支撑的力道 可是上扬的状态下 上有压力 但是量能不足的状态 那可能在结算前 可能台子期还是会维持在一个 9000点上下一百点内 做一个区间震荡的机会 仍然相对比较高 而另外在期货的筹码面的部分 其实外资目前在期货 又有从这一个游空翻多的一个格局 是要来做避减还是外资有另外的一个企图性呢 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要这样讲 整个外资的部分 每次拉高来到了所谓的9000点左右之后 其实外资都是比较属于一个偏空的状态 可是每一次来到9000以下 其实外资在这个地方 也没有积极的想要在这边做一个压盘的动作 我们最近看到外资在期货 一个布局上都是忽多忽空 那当然代表短线上外资自己 也可能没有什么方向性 那这个整理的状态的话 以中线的角度 我们来看一下整理时间会相对一个比较准确 本周最好是不能够跌破8700点 再加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是台子期换仓的时间 如果台子期明天后天 仍然相对换仓的位置都在9000点以下的话 那关键可能能不能出量 大概台子期换仓完之后 台股有没有机会出量上购后 大家就可以失负以待了 因为整个台子期换仓的根本 上一次在8700多点 这附近 那外资在这个地方 没有出现一个积极加码的一个状态 那因为本月开仓就是2万多口 整体的建仓部位 仍然是属于宏高 作为一个偏空的格局 会不会出现改变 大家可以稍微留一下 在台子期换仓过后 如果这两天 我们看到第一天 外资换仓好像是偏向比较乐观的状况 如果接下来这两天换仓 仍然是属于一个 近多单的一个状态的话 可能在结算之后 大家可以期待可能会有相对一个 比较明显的太量的行情就有机会出现了 还有一点时间进不去 刘老师包括在选择权该怎么做观察呢 选择权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稍微 比较放轻松一点点 因为最近的波动率 仍然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整体来看的话 压力是似乎有从9200点往下 移到9100的一个迹象 那整个支撑的部分 仍然最大量仍然是在8700 看当初台子期换仓的位置 看起来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大概就是8700点到9100点 区间震荡的一个整体格局 一直都没有做一个脱离的状况 以现阶段下跌没有带量 反弹也没有量的状态的话 这个标准的就是一个盘整的格局 对于盘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结束 我想这个可能跟短期 也可能接近要选举的 那这个地方如果 以台股现阶段的筹码来看的话 只要接下来这两天 不要有效的跌破8700点的话 来到8700 8800在附近 能够做出一个有效的量缩抵抗 那结算过后 那可能对台股来讲 就有机会做出新的一番的 一个格局的表现 哈喽非常感谢巨洋头顾刘子瑞分析师 详细的解析刘老师 谢谢 谢谢 这个礼拜将有10月的台指期要结算了 而近日外资对台北股市是忽多忽空 还是得提防外资称短线 拉高反手布局空单 台股下档仍然是以月线为重要的一个关键支撑 不宜再度的一个跌破 否则盘整区间恐怕会再往下移了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报 感谢您的收看 节目最后一同来关心明天的重大财经预告 我是郭凯 明天见 明天见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红天雷满意送单感恩回馈大放送 即日起参加红天雷终极实物翻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红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只有晶片护照 享有140国籍地区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看哦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申办哦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六个月哦 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请先约 不好意思啊 站你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阿山不知道有人介绍 设计有准备的粉 是水的 就那啊 既是中的阿良介绍的啊 大哥 来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浄油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淘落烟酒税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年一 书健康不需买失业烟 选举要到了 你可以透过政治现金 表达理念与热情 捐赠的对象 额度 方式都有规定 有累积亏损 尚未弥补的公司 不能捐 外资 入资也不能捐哦 对同一你参选人 个人捐赠不得超过十万 对同一政党 个人捐赠不得超过三十万 违规者可取捐赠金额两倍之罚还 合法真正对安心 参与政治更洋光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我们去家要够记录 地去温度就会人才会安心 还是比较大的时刻做事 不要头颜色不太实在 我们买菜是最重要的 品质如果不好 我们也同样不要买 最怕尽到一些现在的血涮的人 将来跟我们老板的生活费 我会够去放在自己的口罩里面 为了将来 不应该拿 我们就不要拿 说的还是说出来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运动员是台湾的骄傲 政府的倾力支援 燃燃影线 他们需要你我更多的支持 让你向上推进的每一寸 都是你我的一份力量 企业赞助 喜悦有故 开灵上最好能 先拿鸡蛋豆腐书筷 再拿白铁酵黄肉丝 计时开始 5 3 节能很好 但用对方法更重要 选用有能源效率标示的六大电器 五个等级 越接近地球 技术越低 节能又省钱 能源效率看清楚 节能省钱 又一条 你又有原来喔 我请育婴假啊 蛤 你又有什么 不是啦 男生也可以申请育婴假 和你育婴金爹 我现在跟我老闆在打光 还可以心情生活费不住喔 下费啦 都退休了 老保料理年金啊 每个月都在领 我出载耶 你基本工资也逃生耶 每次我去别家做啊 明年我就加薪了 够金也够啊 挺好啊 哇 别已经寻了 噗 太 噗 太 哇 然后就说了 许多的事情 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